我们的今天飞碟晚餐继续来跟大家聊聊生活的点点滴滴 那么今天这个1月19号开始天气会变更冷 台北这几天一直下雨我觉得非常的讨厌 没有办法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从这个飞碟电台的位置非常的高 从这里看出去是一片的苍白 那这个苍白底下 这个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笑容 所以我们用一点不一样的音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呢其实是星期二 那我们来聊聊这个书籍 那最近呢只见看了一些书 这些书呢其实都相当的有趣 那尤其是找到这种过往的 在每一年年中的时候我会对自己的书库 然后做一些整理 那我就找到了一个很久很久以前 那是我30年前的书 那作者呢是夏元鱼教授 这个名字可能现在人都淡忘了 不过在1970年代 就民国70年到80年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科普作家 那台湾呢在我们的这个阅读市场 还有出版环境 大部分的作家 包括则青在内 我们比较专场的还是文 文史 或者是小说散文诗歌 针对人文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做非常多的挖掘 可是台湾的在整个读书市场上面 尤其是本土 本土呢最缺乏的作家 其中一种类型 就是科普作家 那是不是跟台湾的科学教育有关系呢 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无论是动物学 这个生态 关于环境生态 那包括物理 跟化学 数学 那这些书当然有人写 但是很像教科书 如果要像美国的这个物理学家费曼 或者是像 你看天下文化有出版一系列 这个大师说物理 他这样子的内容 你会发现说科学的书 是最少人 也就是华人是最少人来碰的 那夏元玉教授 他是非常的特别 他年轻的时候呢 他是在北京 那随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 那他来到台湾之后 他以前是念动物学的 所以来到台湾之后 他就窝在这个新竹 写这个 他就帮人家做标本 老板要做标本 那夏元玉教授最有名的是 他曾经他有制作过那种 熊猫的标本 熊猫标本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做熊猫标本的人 那也让那个 这个全世界看到说 原来有这种生物 那后来到了19 大概我一年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夏教授已经年玉花奖 他已经六十多岁了 就是六十多岁都走老运 就是忽然被媒体所关注到 然后当时他在报章杂志上 发表许多跟动物 跟植物 还有跟科学有关系的文章 那这些文章呢 非常的轻松 然后也非常的平易近人 然后他的资讯量 还有文学性也相当的高 那这些书呢 一下子被台湾的民众 就是说他从来没有看过 这样子类型的文字 然后就大大的受欢迎 那后来呢 夏教授呢 不止 后来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书 真的是著作等神 他个子 他的个子或许不高 但是他卖 他的那个 他出版的书 加起来绝对比他还要高 那当时还有很多的电视节目 那电视节目上呢 我们在这个世代 我这个世代 都知道他有个外号 叫老盖仙 他很会讲 他等于是我们今天 这种上之天文 下之地形的 这种电视人 最早的始祖 最早的始祖 以前呢 都是很专业的演员 歌手 或是播报员 但是第一位像他这种 能够贯穿古今 然后信手拧来 每一篇都是故事 夏教授都是第一人 那我在看到那些书的时候 我就想到 以前我们都有这样的作家 可是现在呢 可能是 不知道是阅读环境的关系 还是教育的关系 然后让我们这种 科普的阅读类型呢 慢慢的变少 这是相当的可惜 那当然呢 我们也希望就是 有更多年轻的写手 来加入 这个科普 或者是文字的工作 台湾呢 可以透过文字 透过阅读 来做进一步的提升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故事 跟阅读有很深的关联 那我们在节目里面 常常邀请到一位来宾 那就是赌鱼头大哥 那他最近呢 也出了一本书 也跟我们聊聊 阅读这件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 休息一下 听广告了 为什么孩子考前说 书看完了 但成绩还是令人挫折呢 我是普林斯顿 超强记忆的Simon 书看完 不等于看懂 如果不能真正的融会贯通 很容易就被考倒了 快让他学会读完课文 马上理解与牢记的读书方法 不但看完 更能看懂 普林斯顿 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 北中南免费师听请播 02-2768-5887 2768-5887 阿花 快陪我出门买菜 妈 我不是大嫂 你又认错了啦 而且你才刚买菜回来啊 别以为这是上了年纪 自然退化 小心是失智症 在台湾偏乡 长辈的失智比率是 都会区的两倍 因为认识不足和资源缺乏 他们正在错过黄金诊疗期 我是曲家瑞 请到7-11投下零钱 让偏乡失智长辈 早一步得到照顾 7-11与屏东基督教医院 一起把爱找回来 我们是台北市立国乐团 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里下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飞碟晚餐 我们在今天飞碟晚餐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富岳安大哥来跟我们聊聊 他最近的新书一心为耳 那到底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其实在这个厚厚的文字的这个宣集里面呢 跟我们聊的是阅读这件事情 还有人对书籍的喜爱 那当然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 新手年来每一篇都可以变成这个飞碟晚餐一集的撰题 但是这样子实在是太偷懒了 所以我们一起先欢迎来 飞碟大哥 大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久不见 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最近在编书 我又回去编书了 又回去编书了 上次来的时候还在卖旧书 对 现在一开始就 因为现在也是扫夜工房的这个主持人之一 对对对 住持之一 现在你把两人在尿这样 其实就两个人 两个人 另外一个是沈宏大哥 对就小马 对 所以那个这一次呢 就继续编了非常多 就台湾的读者应该去了解的作家 不过呢 这一星威尔这本书 我在看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容易清静跟阅读的书 然后每一本书呢 就每一篇文章 都可以勾起我们对阅读的回忆 那我在上一段 就聊到就是夏元玉教授 老盖先 对老盖先 那其实很多现在的新的年轻人 就是新世代年轻人 他不了解说夏教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因为你在一星威尔里面也写到他了 也写到他了 而且他里面的话最有趣的一件故事 就是他去演讲 结果他大家 大家以为说他已经是七八十岁了 没想到说他染了头发之后 其实他一直都不会老 因为他提倡幽默什么的 好像真的忍忍常常笑就不会老 就他去了之后就讲讲说 我爸爸今天生病了 我代替他来演讲 所有人都相信了 后来他才讲讲说 他就是夏元玉了 因为他以前我经常在过去的时候看电视 他有组织过电视节目 有 他有组织过电视节目 然后他的书非常多 那个富大哥你有编过他的书吗 我没有啦 那时候我就是读者啦 对对对 但你看过他 我看过他 听他演讲吗 我听过他演讲 然后在电视上也看过他 电视上我也看过 但每次我们在看这个文字的时候 我在想说我如果亲自跟这些以前过往著名的作家 甚至一些大师见面 面对面 其实应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 我觉得别的我就不晓得 我觉得这些作家其实真的有碰过几个 我发现说都是人啦 都是人啦 我的大师其实都是人 都有他们的个性 那他们的话一般来讲 我觉得老一辈的作家 他们对年轻人都很好 我在书里面有特别讲到嘛 像那个唐德纲先生 是 我根本不认识 请中国时报转封信给他 他在美国纽约 他真的就回了我一封信 然后我那次之后 我觉得就受到很大的鼓励 是 然后同行同的有好一阵子 可是我一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作家跟读者同行这件事情 到底是 就是应该说富达哥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交朋友 交朋友是不是 交朋友吧 就这样子 因为我是这样子 像唐德纲先生给我的 我就觉得很温软 因为现在的话 如果是有年轻人 年轻的编辑 他要是在脸书上面 或者是说发个email给我 我都会特别慎重的 我都会觉得年轻人的话 我只要给他一个鼓励 对他将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一心维尔里面 有许多作家就曾经有见过面 真的有合作过 对对对 薄扬老师 薄扬老师 我不能够说跟他合作过 但是因为我是在远流 远流当编辑的嘛 是 所以常常看到他 他就是远流的作家 那我真正跟他碰到面的 是是是那个 是到了 去他家访问他 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 还在念大学的时候 对对 我念大学其实已经很老了 我很晚在念大学 是 那去他家 那就花了一个下午 他就在那边跟我们聊 可是我们那个不是一个什么大的 不是一个什么大的开幕 就是我们的细刊 细刊 细刊是很小的东西 可是他就是 他那时候正在做紫纸通签 白话紫纸通签 很忙很忙的 可是他愿意花一个下午 就跟我们 跟我们这些学生在那边 就是我们都乱问 那大概是民国83到 1996、97年 96、97年 那就是到86年左右 85、86年左右 差不多 因为他这本书 那时候是 那时候我有定 我也有定 定天道 他是一个月两本一本 这样子来 我花了两年多 后来三年 后来又增加 本来是36寸 后来变成72寸 后来等到77寸来的时候 又花原书的 又来了 我说怎么买都买不完 真讨厌 那现在那本书 现在发家里面 后来自知空间 我花那个年代了 我觉得我读起来很辛苦 现在可以了 但是以我那时候还大学 然后读这本书 觉得相当的辛苦 那读一口大哥 那你自己怎么看 因为其实有一些书 你觉得他编出来 他真的是剧作 可是他不一定好读 那也有 那就是看 有一些书 书是要看缘分的 有些书的话 你现在读非常非常的喜欢 可是你可能你就超过他了 超过他了 你读读读读读 读很久之后 你会发现说 你这个 这个 这个已经 你已经超过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 我常常举的 你在念小学 国中的时候 你会读穷瑶吗 不会 你不会 我会 我们会读穷瑶 会读沾毛 可是 在某一个阶段 他有阶段性的任务 是 那你那个过去了之后 你就会往上再跳了 是 所以读书人多半是 是好的读书人都洋花水星 哦 好的 他不会一心为耳 他不会一心为耳 他是对书一心为耳 但是对于他的种类 他会一直往前走过去 你也 我听于是大哥这样讲 我就想知道 我读三角油肌肤 三角油肌肤 就给我这种感觉 是最明显的 我到十几岁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他 几乎能够找到 所有的他的文字 从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 甚至于到这些评论 当年呢 还找什么叫不道德 不道德讲座 爱情讲义 像这些 那是很早新光的时候 不是现在又重出了 现在是大牌 对对对 那时候看的时候 觉得这些书非常有意思 可是后来我到 大概过了二十五之后 我忽然不是爱三角油肌 跟我一样 我也是刚开始的时候 非常迷三角油肌 什么假面的告白 很喜欢 对 可是后来有一天就突然之间就 对啊 就是一天哦 一天好像睡觉起来 可是我最近又开始读了 说不一样 可是你现在的读啊 你再来的见身 是身 见水 是水 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不一样的心情在读他 那另外一位作家 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那就是春上春树 春上春树的时候 我记得他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 挪威的森林刚出来 我记得他真的是在学校 人手一本 他说这卖非常好 后来我也是到 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这些日本作家都被我抛下来 但直到两三年前 我又看了那个《巡礼之年》 他写了 我就觉得他笔封完全不同 对啊 所以后来又让我慢慢回忆 但有些书我还是没办法接受 但他晚近的这五六年的东西 就有一些 你又觉得很不错 有一些深刻的 那对于读一头大哥来讲 哪一些作家也给你这种感受 我在想春上春树是一个很特别的 春上春树我一直读不进他的小说 读不进去 可是我一直非常喜欢他的水笔 他的闪文水笔 我会非常喜欢 那三岛游记屋я屋 我的状况跟你一样 自贺直灾 很特别的 我过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很喜欢 后来读了那个他的《案业行录》 那《案业行录》后来因为他里面有乱纶无情 结果我 我当不晓得为什么 我就对那个非常的反感 后来就不想要读他了 結果這樣子過過過過過過 已經過了二三十年了 我後來的話再讀他 讀得進去 就讀得進去 因為你已經不是以前那樣的人了 你以前因為你受了教育 把你洗腦成你就非黑即白 有一些東西你就覺得他是經濟 不應該去碰的 可是到了你五十幾歲的時候 整個社會氣氛也不一樣 你會用一種比較包容的心情去看 你就看出完全不同 而且知道他厲害 他厲害了 因為我看到這 剛剛聽讀一頭大哥這樣講 我就想到 因為在書裡面的時候 你解到一個講公務事的時候 然後大家是跪在路邊 是啊 結果你的一個老師就站著 因為那時候你很生氣 是啊 我非常的生氣 我覺得這傢伙根本是共產黨 根本不愛國的 可是我後來才知道 他是李友邦的侄子 所以他就 而且他真的 真的就敢 可是其實也沒有人對他怎麼樣 民國六十五年 對就是六十五年 我們念國聲的時候 就這樣子 從遠遠的一排一路 全部都跪下去 只有他一個人在 站著 我那個是一個時代的影響 非常鮮明 而且到現在還記得 我到現在還記得 那個是不容易 而且他後來 後來我發現說 他完了 他可能會被抓走了 會被警察抓走 結果沒有 結果也沒有 結果也沒有 時代結束 時代不一樣了 不過我覺得一個人的這個 言行風範 就無論是作者也好 或是身邊的老師朋友也好 有時候真的會 讓我們在記憶裡面 留下非常深刻的 對 所以在一心維爾裡面呢 寫了非常多 就是這個 讀一首大哥呢 跟這些作家 無論是面對面也好 或是透過文字閱讀去理解 但裡面還有其他的故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到節目現場 快播零二七七一六六二二八 品譯幫 讓您猴年猴栽雷 當我們的孩子 真正學會欣賞一首詩 他就能獲得作文的五種方法 就能對人生與美感 有十種體會 對孩子來說 這是何等貴重而永恆的愧贈 令他一生受用無窮 張曼娟小學堂第三期 十二片CD 原價七百九十八元 現在只要四百八十八元 訂購專線 02-2366-8368 成品及伯克萊網路書店熱賣中 我是黃小虎 我是黃小虎 飛碟聯播網飛碟晚餐 我們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傅月安大哥 我剛才講堵魚頭大哥 那麼這本書是由印科 所出版的一心為耳 那他最主要的書裡面 講述的是人跟書之間的情緣 那這裡面 這裡面有許多的章節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我們上一段講到是作家 今天就聊到書 其實之前在黃冠有出版那個艾克的書 就別跟書過不去 但是這個讀一首大哥 用另外一種筆法來寫 應該要跟他過去 我不能跟艾克比 那個差多了 那他主要的事還是講那個 人跟書的關係 是 因為其實我在看到的時候 我之前沒有注意到 他有這麼一句文字 他說書就跟湯匙跟叉子一樣 他發明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是個完全體人 他就經過了時代的 最後的形式吧 對 最後的形式 就是說書進化到現在這個時代裡面 就用紙然後裝成四方形的 這個好像是已經是舉式的 就像你湯匙你旁邊的話 你再怎麼變再怎麼變 湯匙就是那個樣子 是 筷子就是那個樣子 是 所以他的形式就已經固定了 固定了 那所以他因為他形式已經固定 他已經算是一種完全的東西 所以他不會被時代淘汰 是不可能被電子書替代的 我相信 但是紙本書會被 會被數位閱讀打敗 數位閱讀 因為這個現在已經很清楚了 大家通通都在讀臉書 大家在花了很多時間 都是花在數位閱讀 你可能是電腦 你可能是那個 但是你不一定是讀電子書 所以電子書的話 是不大可能會打敗 紙本書 因為電子書 他的就現在看到的 電子書 他的閱讀方式 他還是線性的 他還是線性 他跟紙本書是一致的 是 可是數位閱讀 不是線性的 他是非線性 是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那是人類一個新的 吸收知識的方式 對 在這個那麼強勢之下 我覺得紙本書會輸 可是紙本書說 是不是壞事 不一定 因為 沒 書的話 他有好幾個面向 我們剛才在講講說 這已經是完全的形式了 可是完全的形式裡面 他是可以發展出很多的 譬如說 他的藝術面 藝術面 他的藝術面始終 因為大量製造的過程裡面 他始終沒有被強調 尤其是你要降低成本 因為把它當成是休閒的東西 很多都是用後幾丟的 可是如果你將來你書的 紙本書的量少了之後 他就必須要去強調他的藝術性 強調他的裝正式 是 因為書是有那種面向的 電子書是沒有的 然後你數位閱讀 也讀不到那種東西了 所以人們想要看到一個好的書 漂亮的書的時候 他只能找紙本書 那也是我現在 其實我現在在幹個就這 對 其實在少夜工坊現在做 因為我第一次拿到了 雷香老師的書的時候 那時候我很多人看到這個書 都有一個疑問說 厚的 而且他的裝正是這樣 他們會把那種硬殼書 當作是金裝書 我覺得像很多人在金裝書的定義是完全模糊 所以到底金裝書是什麼樣 什麼一個概念 那個我們現在所講的 很多人以為的金裝書 其實那叫硬殼書 硬殼書 他就是只是硬殼的 因為他為了要保護裡面 其實金裝書的話 是不一定是那個硬殼 不一定是硬殼 那在國外的話 大家就都很清楚這件事情 那在中文世界裡面 我可以舉個例子 以前金日世界 金日世界 1970年代金日世界 那時候 因為他是美國國務院資助的 所以他們都是用最好的印刷 最好的紙張 最好的意責在做 可是他們也有分金裝書跟平裝書 他有分 可是平裝書的話 只不過是平裝書 他是穿制服的 大家都差不多 可是他的金裝書 還是沒有硬殼 但是他的封面 設計什麼的 會比較好 用的紙張也比較好 他認為那個就是金裝書 那就是可以的 對 所以好的書 金裝書的話 你去看 看他的裝針設計 看他的版型 看他的 尤其是他的紙張 金不金是看那個 不是看他有沒有硬殼 對 可是因為讀者也分不出來 說紙好不好 所以就是這樣子 我們因為長期以來 對這一點不講究 所以讀者的話 他是分不出來 但是將來的話 你說 那個數位 就是說紙本書的話 越來越退卻的時候 他就必須在這上面講究 最近的話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那樣的趨勢 已經有這樣的趨勢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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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書好像有點 有點像是超票的味道 對 所以我選紙選了非常久 我選了大概 我挑了好多紙 我在四百多款類似紙抄 選出來一個成本比較低的 可是紙抄的油墨跟印刷刷 油墨是不同的 我忘記這件事情 所以紙抄的油墨會浮在紙上面 對 但是一般它是滲進去的 所以後來那個摸起來像偽鈔 有沒有感覺 可是那個紙摸起來就知道了 對摸起來 可是它的磅數的話 也是比一般的印刷紙的磅數要厚一點 是 那這個伊辛維爾這本書 老師你也是挑過 從紙到 有啦有挑過啦 是有挑過 因為我總是覺得 書在書的話 你在翻啊 在看的時候 應該要 要讓人家感到舒服 是 而且這個是未來的走向 因為未來的走向 因為魯迅講過 魯迅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編輯 魯迅他講過 他如果你一本好書的話 第一個 天地要寬啦 天地要寬 他的版型要輸啦 天地要寬 然後紙張要好 再來的話 就是他的圖片要緊 是喔 就這三個原則 其實聽起來 他也像宋朝的那個三本書 但是他也是現代書 這個編書的 還有我們讀者要關注的 那我在一心為人裡面看到許多 就楊亞棠 他的攝影 這攝影是 是大哥自己挑的嗎 沒有 沒有 還是跟他講 講說我希望怎麼樣 我們兩個一起討論嘛 我們這本書要怎麼定調 那我覺得說 攝影在這邊的話 不是當插圖 攝影在這邊是當呼吸 呼吸 在讀的時候的節奏 剛好有一張圖 就讓你能夠喘一口氣 因為我自己的文字相對是比較重的 那你在那邊的話 你就呼吸一下 呼吸一下 那呼吸的話 我就說我要那種 我要自然的圖片 是 所以有天地 有山陰 有水 有意境的 可是你這樣的話 怎麼樣子 讓它做一個有記的結合 因此那個圖說就很重要 圖說 所以我們是用那個圖說 來把圖文整個結合在一起 所以在裡面 其實這些意境文裡面 不只是文字 連它裡面的這個圖片 也非常的具有韻味 然後在這些優遠的意境裡面 可以看到 其實信手年來 這每一篇文章其實都不長 不長 原因是因為我在看到書 他有寫到說 因為時代不一樣的 數位越讀 所以這裡面的文章 有一些是 原來是讀一種大哥 發表在臉書上面的 臉書上面的 部落格 因為臉書我越寫越短 我臉書現在的話 寫的真的一天不會超過一千次 一定的 因為菜場沒有要看 對 那這邊的話 都還是在那個 部落格有 然後在那個 報章雜誌 是 主要的還是這個 而且他時間拖很久 他拖了九年 九年 對 你看 讀有大概出了三本書 剛好三本書 我再三個不同的人 人生階段 但是我在看的時候 就是 我問一下大哥 你有練字的習慣嗎 就對一個字 你要推敲很久 所以這個字 我會 我跟你一樣 這個是 因為我學過了 我很喜歡一個散文作家 叫做 吳鱸晴 吳鱸晴先生 他在寫的時候 我有偷他 偷他 那他的話就講講說 他自己在寫 寫東西的時候 寫完他都要 要念再念 對我也是 就念念念念念念 那念的話再改 念的話再改 我包括現在在寫臉書 常常都要再改 我也是 我一邊臉書要寫好久 因為唸出來的時候 有時候聲音 聽起來怪怪的 我就覺得要改 有時候是 字排起來 我覺得看起來不好 你就要改一下 對 那不公正 甚至你的顏色 那個字 我覺得字也是有顏色 是有光澤的 然後那個字 雖然是在數位 它是在螢幕上 但是我認為字 它本身有它自己的資料 所以臉書是要排版的 對啊 有很多人的話他寫 它不斷 它不斷啊 那讀起來就是很難過的 對 那種當然讀一下我就覺得 我好累喔 所以我覺得 對文字的講究 是一個文字工作者 它最基本的工夫 是 是 所以如果讀者朋友們 想要了解說文字 到底怎麼講究呢 一心為爾是一個非常 不錯的入門 那接下來哪些故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就回到節目現場 休息一下 聽廣告啦 唉唷 電腦當機囉 是主機板壞掉了啦 蛤 我才買一年耶 你的主機板用了三年多 怎麼都沒問題 哈哈 因為我用的是 技嘉超耐久主機板 效能好 品質有保障 還提供四年保固喔 即日起到2016年 1月31日 購買技嘉超耐久 電腦套餐 最高折1000元 再免費升級 四年保固 買電腦 指名技嘉超耐久 技嘉100系列 超耐久主機板 支援最新intel 第六代處理器 我是樹的科技大學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系主任 李淑慧 樹的科技大學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經研究所 結合幼教 學前特教 家庭與社區等領域 是科技大學中 唯一同時培育 具備幼教人員 早聊教保員 以及家庭教育專業人員的 跨領域專業人才 讓您在未來的就業競爭中 取得優勢 兒童與家庭服務系 歡迎您的加入 選擇數得一舉數得 大家好 我們是台灣國樂團 歡迎您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現在收聽的是 飛碟聯播網 飛碟晚餐 我們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弗宇蘭大哥 來跟我們聊他的新書 一心為耳 那其實從他的字選字 他裡面印刷的字裡面 也可以感受到 這個大哥的用心 不過我們來想一下 就是在這麼多書裡面 讀一首大哥有沒有特別喜愛 就無論從他的文字 他內容到他書印體本身 都讓你流連忘返 這樣好像不太 我 我現在真的是 一個養花水星的重點 什麼都好 只要是書 你讀書讀到某一個 某一個程度 你會發現就是說 每一本書 你再爛的書 你都可以找出它的好處 對 真的 因為你已經是那個 你已經是 是讀太多 因為我又當編輯 那編輯在看書 跟一般讀者在看書 又不大一樣 所以大概我書的話 我拿來看一看 我都會找到他的好的地方 那壞的地方的話 我看過就知道 看過就算了 那你說我特別喜歡的作家 其實我還是比較喜歡散文的 我喜歡看漂亮的文章 那小說呢 小說啊 小說啊 小說 小說老實講我 小說 我不是看得少 我真正讓我非常著迷的東西 比較少 所以大部分就是專注在散文上面 我散文看得多 但是 假如說我發現我最近這幾年 只要我工作 稍微緊張一點 我就會看很多推理小說 推理小說 對 而且是越寫心越好 每次就是 就是一邊的工作很緊張 我這樣的話就要找推理小說來看 所以最近看哪一些 所以推理小說我看很多 像我最近就前天吧 前天我就一面看那個 看那個選舉啊 是 一面就讀了一本 德國人他寫的 叫做那個 百萬張死亡的臉 百萬張死亡的臉 是一個德國的 我記得名字好像這樣 我現在記憶力很差 就讀他 那個不是推理小說 那個是像CSI一樣 是一個法醫 是個法醫 他在講他所 生平所碰到的各種 各式各樣的案件 是 那也是很寫心的 而且發現 德國人怎麼那麼恐怖這樣 對那你推理小說作家 我有很多 我常常就會 再把他拿出來看 普洛克的馬丘斯卡 我很喜歡他那個 是我很喜歡的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是那個 寫詞人 那個叫做 康諾利 康諾利 是 麥克康諾利 是那個聯金那邊出的 是 他的我也很喜歡 另外還有一個 我最近一直在 鼓吹我的朋友 重新再出 重新再出 是英國的叫約翰哈威 約翰哈威 他是瑞尼克探案 我一直覺得那是很好的 可惜被翻譯壞了 翻譯壞了 其實我覺得另外一個翻譯壞 是布朗神父 布朗神父 我也喜歡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翻譯 我覺得那個翻譯 那就沒辦法 那翻譯好像是不是拿那個 拿大陸的 對啊 那個翻譯就是我有一套 每次我看的時候 就平時很好的東西 為什麼變成這樣 那就趕快鼓勵你的朋友 害你的朋友 對對對 叫那個看誰 所以最近這個 余曉大哥編了一本 是中共的書 我現在編書的話 比較希望不是說 編這個作家最好的東西 而是最能夠看到這個作家 這個人 我直接去讀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看到他這個人了 所以做了一本他的詩集 選了一個精選集 另外還有一個是他的朗讀 周公自己朗讀的戲帝 然後再來一個的話 是周公他毛筆字寫得很好 對 所以他有一個心經 我把它複刻起來 再用他 生前再用的章就蓋上去了 然後再來一個是 做了一本他的語錄 語錄 對就這樣子做成一個套書 一個套書 對 因為我剛剛聽到 因為現在在這個出版也極旧章的年代 大部分的出版社他們在找作家 都是從例如說 誰現在有新聞 有新的 有議題的 有議題的 這樣好推吧 然後部落格也突破百萬的 但是他們的選 我記得有一間出版社找我的時候 然後後來談很久 談很久 後來就談不下來 我們就算了 結果後來過一陣子 那個 然後人家問說 你有沒有幫寫兒竟出書 然後那個作家 那個編輯跟我 就是跟他轉說 寫兒竟現在不紅 我不用輸他的書 因為我們沒有在上通告之後 他們認為就是沒有議題 所以我覺得 現在的出版環境已經變成這樣子 其實還蠻 我覺得還蠻 讓人感嘆的 對 因為作家不應該用媒體的曝光來決定 他是不是有價值 是啦 什麼叫做紅那個都很難講 對 尤其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時早可能會過去 會過去的 因為紙本書的 紙本書的命運 我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看得出來 他會往精緻 就是說紙本書 紙本出版要升級 如果不升級的話 他將來 因為他那個萎縮量實在太快了 是 那你只能夠被迫升級了 就跟傳統產業一樣 出版是台灣的傳統產業 大家不要忘了這件事 大家只認為說台灣是一個進口 我們將書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 一年雖然出十萬多冊 可是好多 很多都是翻譯的 來料加工的 對 所以他就變成了 就是我們現在也是進口 文化的這種 的進口大國 並不是出口大國 我天天把他談光了 他就跟我講說 台灣其實作家 牽出去國外的並不多 很少啦 很少 這個當然這個跟那個 跟那個整個世界的 文化霸權或分布 是有一些關係的 可是我們應該要更努力一點 是 因為 我覺得那些書進來的這些東西 很容易會被取代的 那你在網 我到網路上去看就好 因為現在出版的話很重要一件事情 你要思考所謂替代性這件事情 是 數位閱讀可以替代的東西 你是不是還需要再出一個紙本 例如說像旅遊書 就是最清楚的 圖鑑 圖鑑 我上網去找那個圖片的話是多的 對 對啊 所以很多圖鑑現在都不能賣 百科全書 現在DK以前出了很多圖鑑 我還買了一些聖母鳳 或是玫瑰花 那不是其實還蠻有趣的 因為後來想說 其實網路上也有照片 網路上也有 但是你需要 就是說你的家就這麼大 你需要 你有辦法擺那麼多這些東西嗎 啊 對 所以呢這個 這個每一個時代 這個我們對書的看法都不一樣 那當然在《一星唯有》裡面呢 讀一首大哥寫了這個許多 他跟書 他跟作家之間的情緣 那當然關於每一本書呢 他都有他獨特的故事 可以透過讀者親自的閱讀 或者來看看這個 在這個筆記裡面 其實這本書對這個 宇宙大哥講是筆記嘛 對不對 我其實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我剛才也在翻你那本書嘛 你那本書的話 我覺得你那本書 跟這本書本質上是一樣的 是 就是說 我這是寫跟書有關的書啦 你那是跟鈔票有關的書 是從鈔票裡面 推演出來很多的故事嘛 是 那這種文體叫做書畫 你那個叫鈔畫 鈔票的故事 鈔票後面的很多故事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對 所以呢這個 讓我們繼續為華文世界文字 因為文字耕耘這件事真的是非常辛苦 但是他因為他辛苦 所以值得付出啊 是 對 所以呢我們再繼續期待 包括了掃業工坊 他所有的出版品 都值得大家來關注 下次魚頭大哥我們再來聊聊周公好了 好 沒問題 所以今天謝謝主要有魚頭大哥來 希望跟我們分享 謝謝你 謝謝謝謝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上Facebook Facebook晚餐 謝澤金時間上面留言 我們明天見囉 我們明天見囉